马荣回应王宝强,给儿子找后妈绝不允许,我才是最好的妈妈。 王宝强展开了新恋情仪式,已经被大家所熟悉,其实这应该是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 毕竟王宝强和马荣之间其实已经是不再有夫妻关系的存在,他们之间唯一还有牵扯的就是二个孩子了。 虽然法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二个孩子抚养权的划分,毕竟血肉相连,这一点相信在日后马荣和王宝强还是会存在关联的。 对于王宝强有了新女友谊是,马荣到底是持什么态度,她有没有发生的权利呢? 显然她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,用她朋友的话来讲就是,王宝强有了新欢,马荣会祝福她。 而且这事情跟马荣也没有一点关系,她一点也不会关心的。 王宝强爱跟谁就跟谁,多生几个孩子更完美,祝福你。 看得出来西市的前妻在这一件事情上还是很看得开,但有一件事情,马荣似乎是一直没有放下,并且极有可能会成为所爱王宝强新恋情的一个重要筹码。 那就是儿子王子豪与今后王宝强女友的关系,要知道马荣是绝对不会允许有女人当子豪的后妈,这一点在马荣的国外账号上就看出来了。 马荣在病子账号上声称,有新婚我是祝福你们幸福,但要新女友给儿子当后妈还不够本,看得出马荣很嚣张,并且是绝对不允许儿子把对母亲的爱放在别的女人身上。 并且马荣声称世界上只有我才是子豪独一无二的母亲。 对于马荣这样子的说法,其实大家表示了赞成,毕竟不喜欢马荣本人,但不代表马荣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利。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,马荣如果在后妈这一点上不松手,估计会影响到王宝强后面的个人生活,而且儿子夹在中间,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。